大家好 我是千千 話說我在泰國回來一段時間 我在這裡做什麼呢 我在這裡養夫 因為我真的沒試過去泰國 去那麼久 以往我可能去三天 最多五天 皮膚一回來 是超級不適應的 真正的轉天氣 泰國是又乾又熱 香港是很潮濕 剛剛回來的那一刻 皮膚很粗糙 很暗眼 毛孔會有粗 但是一回來 所有皮膚問題都發出來 因為他不習慣 我真的找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護膚 recipe 立刻就變回水溫透亮了很多 究竟這大半個月用了什麼好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樣 會看到 後面有一支快要用完的水 這個就是YPSA的AQUA YPSA No.1的神水 其實以往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都空平了很多支 今次去完旅行回來 我都重新再開了一支新的來用 短短不夠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用了大半支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的保水力很好 我喜歡它的原因 除了清爽之外 它真的有做到滲透皮膚的效果 你知道很多水都平時 只是輕輕爽膚抹臉 但是這個我自己有三個用法 我稍後跟大家分享 你拍臉吸收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保濕力立刻提升了 然後它也有鎖水的效果 令到你自己本身皮膚的底層 水分穩定了 變相你之後塗的東西 就會更加吸收之餘 也會效果更加好 我自己有三個用法可以分享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就是他們美容師教我的 用棉花夾著一個手指的份量的水 然後全面拍 其實你覺得本身不是倒了很多下去 但是當你拍全面的時候 是足夠拍完之外 你拍完馬上皮膚光澤了很多 而且這個動作我自己最有感覺 就是它解決了暗粒的問題 有很多時候 看回你暗粒關的位置 我很多時候是關這個下巴位 變了你拍進去吸收 所以我每一天做這個動作 會看到暗粒少了 暗粒退了 而且毛孔明顯細緻了很多 真的純粹每一天天早晚去拍面 就已經有一個很顯著的效果 再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歡 倒在手心拍 這個動作我特別喜歡早上做 因為你這個人還很睏 然後你這樣拍完之後 馬上精神了很多之外 你後續塗東西就會吸收一點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和底妝打架 你的護膚品 我覺得會吸收得好很多 還有最後一個方法就是濕敷 很喜歡濕敷就是你晚上 有時候冷敷面膜 但是你又想做到一個 強一點的補水效果 我就會濕敷完之後 再塗精華面霜 就有一個 你睡醒就有一個 好像前一晚有敷了面膜的效果 又或者你早上想化妝之前很乾 想迅速補水 都可以早上濕敷五分鐘 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除了早晚可以用之外 平日你要急救的時候都可以用 又或者你可能真的 鼻胃 特別卡 凹皮 上妝會打膠 你立刻濕敷一下之後 再上粉 就已經很好 因為我今天是沒有塗粉底的狀態 夏天其實不太喜歡塗那麼厚粉 你就可以試一下好好打造好自己皮膚本身的底 什麼粉底都不用用了 還有最棒的一件事就是 神髓出了兩個新的限量版包裝 一個就是天空藍 另一個就是深枝綠的顏色 兩枝都很喜歡 即是藍色和綠色我都很喜歡 而且你放在高化妝桌 你會覺得特別開心 這枝水枪下跪任何膚質的女生都可以用 因為真的很清爽很透 補水力又很高 大家也可以試一下 以往跟大家介紹過Aqua之外 其實還有介紹過Yipsa的羽翼 這枝綠的羽翼 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而且其實他們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我自己現在用的 這一枝就是2號 始終現在轉天氣 然後作色其實是完全不同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早起床的人 我去了旅行跟著我姐姐他們的時間 夜睡了又遲了起床 回到來 除了天氣不同了之外 作色不同了 我的皮膚真的打散膠 但是配了水穩定了之後 再配上乳液去調理皮膚 立即就已經康復了很多 它是一個很爽身的乳液 你知道在手上是很流質的 它一推開就瞬間吸光了皮膚 其實它的質地很快吸收 很輕 但你沒想過它有這麼多功能 它有眉白 僅滋 豬氧 代謝 又可以做到高效的保濕 令皮膚變得有光澤 真的輕輕每晚的一支乳液就搞定了 其實很多護膚品做到修復 但做不到代謝 變成你皮膚是未排走一些老髮角質的時候 你不停地加東西上去 也不是那麼吸收 但這支乳液它就是做到代謝功能 這件事我很喜歡 我用這系列的產品之前 一回來其實也是馬上去做EPSALYSER EPSALYSER以往跟大家分享過 它可以幫你找到最屬於你皮膚 最適合的Recipe之外 可以測試你皮膚的水分 油分 看你皮膚屬於哪一類型的膚質 最重要是始終現在疫情關係 所以很多女生都擔心出去做測試很危險 它是可以戴著口罩去幫你做測試 這件事很好 大家可以放心一點 我做了水分測試 油脂分泌 還有氧氣度 所以綜合來說 它也介紹我用這個2號 的乳液有16支 所以大家想找到最適合你的那支 最好去做一做EPSALYSER 就會清楚了解更多 做完EPSALYSER之後 Beauty Consultant 根據數據 我自己對皮膚的要求 始終現在偏向乾燥 皮膚不穩定 它幫我選了一系列屬於我的 客量肌的餐廳 配了這個AQUA 苗白精華 乳液 給我試的 最重要是變得 臉是光澤了很多 現在 你想想我沒有塗任何光影 真的有皮膚的光澤感 還有 膨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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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再介紹了我用這個美白精華 這個 超級清爽 一點都沒有那種精華感 他塗上面馬上已經吸收了 很爽身 瞬間吸收 這個我都很喜歡 加強皮膚透亮感 去黃的效果 我覺得很明顯 因為其實我身上還有少少 盡所能去美白 其實跟本身不是差很多 但其實跟我的臉還是有點色差 所以變相現在臉明顯透亮了很多 去黃的效果也好很多 因為我的手上還有些黃 我吃得太多芒果了 在泰國 但臉的暗黃和暗芽都改善了 所以這一組的用落是幾厲害的 他就是厲害了 有日本後生產認可的美白專利成分 4MSK的這個專利成分 乳液都有的 馬上加倍亮白的感覺 醃了的黃牌產品大家就經常見 最後還有一個神秘好物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支防曬乳液 它是SPF50PA4 大家都知道我是超級防曬達人 如果不是美容師 我都未必知道這支防曬這麼棒 因為它的質地是超級水 很清爽 它就是一支乳液 但做到一個很高度最高指數的防曬 它還要一支是做到防曬加妝前乳 所以你只要塗了這個打底之後 就可以直接on top擦粉底 我今天整組的護膚品 最後一個步驟就用了這個 on top擦了一點黑眼圈 塗了一點點胭脂 已經是一個很精神透亮的樣子 可以出到街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夏天 找一個清爽輕透 又高指數的防曬的話 可以試試Yipsa的這個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大家也可以一起去Yipsa試試這個 是一個度身訂造的護膚體驗 始終YipsaLaser只有Yipsa才有 它就可以幫你了解到 你皮膚最需要什麼 應該要什麼 始終有時候有些 有些產品 這個說好用 它又說好用 誰知道我用下去是不對的 可能每個人的膚質都不一樣 大家也可以去做皮膚測試 就可以最準確的了解到 你皮膚最適合什麼產品 找到最適合你的美肌 recipe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